1960年代,江青和林彪的合影,江青一脸得意,林彪倒向个小媳妇。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,拍摄地点不祥。 照片左起,林彪,江青。 照片中的江青,身穿一身六五式军装,外皮风衣,戴着黑矿眼镜,很像一个知识型的老干部。 看他的坐姿,二郎腿翘起,左手摆弄着右手。 再看他的脸上,笑得像花儿一样。 从动作和神态上来看,此时的江青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籍,一日看尽长安花。 这也难怪,1966年的时候,一直没有一个像样之权的江青,一跃成为中央某小组的第一副组长。 而组长陈伯达又长期称病不出。 实际上,该小组是江青说了算的。 从一个家庭主妇,一下跃进领导人的行列,江青自然有了得意的资本。 我们再看对面的林彪,虽然他的坐姿看起来也很放松,但是他并没有背靠沙发,也没有翘起二郎腿。 仔细看的话,林彪的坐姿稍稍浅身。 他两手的摆放,也远没有江青那样随意。 我们再看桌上的两个茶杯。 江青的茶杯,盖子是打开的。 这说明,江青应该是喝过茶水的。 林彪的茶杯,盖子盖得好好的。 这说明,林彪应该是没有动过茶杯的。 杯子动没动,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? 我想说的是,只有领导在下属面前才会无拘无束地喝茶看保。 综上所述,在这张照片中,江青显得很随意,脸上也呈现出得意的神色。 而林彪却显得有点拘谨,好像一个小媳妇。 事实上,林彪在江青的面前总是表现得毕恭毕敬,甚至有些时候讨好的意味明显。 林彪之所以在江青的面前表现得如此低调,我们都明白,还不是因为江青背后的毛主席吗? 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,林彪对江青的态度。 什么是呢? 江青曾经给林彪拍过一张标准照,这张照片的名字叫《孜孜不倦》。 在这张照片上,林彪没有戴帽子,他泄顶的样子,着实有点难看。 其实林彪也不愿意摘下帽子拍照,他之所以这样,都是为了迎合江青的喜好。 林彪作为一个曾经统领过百万大军的元帅,作为一个取得平行官大级的英雄, 作为一个被写进党章里的大人物,却在江青的面前表现得唯唯懦懦, 这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值。 订阅我,一起聊聊。